十三经有哪些? 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,最终形成于南宋,分别是诗经、上书、周理、以礼、礼记、译经、左传、公养传、干粮传、论语、尔雅、孝经、孟子。 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始祖,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、主干,它的内容博大精深,囊括了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,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、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、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、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、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。 这些思想精神中的精华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,具有强大的凝聚力,至今仍有积极的影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